好,同學們,我們來看剛剛這個例題 一個輪子,如果在地面上只有發生滾動而沒有滑動的現象的話 我們知道有一個非常基本的關係 就是A會等於R乘上α 我們也知道V會等於R乘上ω 這是一個基本關係 好,那麼在我們剛剛的計算裡面已經可以看見 對於這個輪子在地面運動的時候 有兩個運動方程是要滿足 一個是關於現運動 也就是在前進的方向上的力量F 減掉摩擦力 反方向的摩擦力 那麼你就會得到 它會等於這個物體的質量 乘上它現運動的加速度A 這是關於現運動的方程式 另外一個是關於轉動的方程式 我們知道在這裡頭F並沒有給這個大F並沒有給出力矩 因為它通過直心 那麼我們的摩擦力呢 它會有一個反向的力量 然後它會產生一個力矩 所以這個力矩完全由我們的摩擦力來給出 也就是由R乘上F 給出我們摩擦力 這個給出我們力矩 力矩要等於I乘上α 所以我們有這兩個式子要被滿足 好,那麼我們把我們已經知道的關係都帶進來的話 我們很快可以得到 第一個式子可以寫成F 可以寫成 MA加上F MA加上小的F 那麼 如果我們要來計算我們的這個F所做的弓的話 我們要計算這個量 這個量當然就是F乘上經過一段距離S 所以F乘上S就是它所做的弓 這個弓的量呢 我們可以從上面一個式子寫下來 它是MA加上摩擦力 再乘上我們的距離 因為這個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我們知道在距離呢 可以寫成 我們把它寫一下 V平方等於V0的平方 加上2AS 所以這個S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V平方-V0平方除以2A 那麼現在我們做一個基本的假設 讓我們的計算簡化的話 我們假設 一剛開始的初速度V0是0 當然Omega0也是0 我們做一個這樣的基本假設 不影響我們所有的計算 但是我們可以看出比較簡單的結果出來 我們計算可以寫的簡單一點 好 所以我的S呢 可以寫成V平方除以2A OK 我們知道可以寫成這樣 所以把這兩項我把它展開來 我把MA跟這個乘在一起 我們就把這個A消掉了 就得到2分之1的MV平方 對不對 然後我們再把第二項寫下來是 Omega0F乘上2A分之V平方 那麼我們又可以再進一步 從第二個式子 從第二個式子裡面 我們可以得到F可以寫成 寫成R分之Iα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式子 又把它再寫一遍 2分之MV平方 加上我的F是R分之Iα 乘上2A分之V平方 那麼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V平方呢 可以 V平方可以寫成R Omega的平方 所以我們這邊 這一項其實是平移的動能 對不對 是Translational Motion 平移的動能 加上後面這一項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A呢 A這個量是Rα 而分子這個量是Rω的平方 我們有這個量 而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R跟這個R合起來是R平方 跟這個R消掉了 所以我們這個α跟這個α也消掉了 剩下來的是分母 剩下一個1分之1 分子剩下I Omega平方 所以我們可以寫下來是1分之1的I Omega的平方 那這一項很明顯的就是一個 轉動時候的轉動動能 Rotational Energy 所以我們會發現 F這個外力 F這個外力 作用在直心的這個外力 它所做的弓的大小 剛剛好就是這個輪子在平移時的動能 加上轉動時的動能 相對於直心在做轉動的動能 那麼這個就是它整體的動能 在經過一段距離S之後的整體的動能 而這個整體的動能 剛好就由F所做的弓給出來 換句話說按照功能原理 我們知道另外一個力量 摩擦力 它所做的弓一定是0 使得這兩個加起來就是進攻 而進攻會等於總體的動能的變化量 總體的動能變化量已經由這個 WF就已經給出了這個量 所以這個量 這個摩擦力所做的弓一定是0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重要的結果 告訴我們說 在這個只有滾動而沒有滑動的運動當中 我們的摩擦力 雖然造成這個輪子會發生滾動現象 可是這個摩擦力並沒有做任何的弓 它存在但它並沒有做任何的弓 所以這個問題呢 是滿足了我們的這個功能原理 所以所有的F 這個外力F所做的這個弓呢 全部都變成了這個輪子 總體的動能 OK 這是我們在這邊要強調的 對 非常快